新北市这块区域 是许多游戏公司的聚集之地 早晨穿越西来扰往的街道 我们的每日生活就从这里开始 大雨资讯 轩辕舰的摇篮 穷之飞的制作 奠基于轩辕舰25年的经验累积 但在东莫小组的与时俱进下 又有所创新 这次穷之飞的努力上 也采取了比较重大 多过也在前几次的宣传上的破坑 就是属于其实秘笛 就是明里 还有所谓的既次战斗 经过了许多人的努力跟验证 还不断地修正之后 认识一款游戏 美术是给人的第一印象 在宣传之外 如何善加利用资源 是最基本的任务 其实一开始就是针对专案的需求 然后去安排设定风格 然后美术量的规划 然后估算外报的经费 然后一起全部的人力的 总人月的经费 可以这样 身为专案的规划者 企划的工作内容则更加多元 主企划他们就在更勉强后 哦 还可以勉强 对啊 打了打 压力很大 压力很大 就算夹吧 真的假的 需要沟通 综合开发人员的意见 做适当的决定 去做讨人厌的事情 就是去跟人家要东西 比如说有怪物 新的怪物 就要去跟他们要东西 然后要跟他们压时间 文化是轩辕件的精髓 主要由编剧负责传达 要讲实话还是讲那个 冠冕淡默的话 老的肝已经需要修养了 所以需要西德肝来继续挤 至少年轻的几十岁 不是 十几岁是有的 但是目前感觉到有点 还是不够力 所以接下来年轻的肝要加油一下 多么小组中 有许多才华洋溢的组员 结合各种专业通力合作 是让游戏制作转动的关键 就是会想说 比如说我有什么东西想要表现 我就会问他说 这样做不可以 不行 然各善盛场的他们之间 也时常激荡出异界的火花 听到不行的时候 就会想要就是 走给他 穷之飞求外表之美 也顾及使用者需求 我们是有引进一个新的光照系统 可以让整个画面的光影更柔和 然后效能上也会更好 所以我们这次也要针对效能 效能上去做一些调整 就尽量让我们的画面有进步 然后同时呢 在效能耗损上降到最低 从2D到3D DOMO致力于呈现出鲜活立体的世界 尽量偏以概念图那方向为主 可是假如说 因为毕竟2D跟3D表现方式 其实整个呈现方式 还是会有所不同一点点 为了让这世界中的人更加生动 也引进新的动态捕捉科技 那这套系统它其实逻辑上很简单 只是说在身上有一些感应器 那我们的系统会去抓取 这些感应器的一些位置选择 然后套用到我们目前角色身上 那在动作上就会比较接近 真实的演出 当然在制作过程上 比以前旧网的首条戏的部分 还要节省一些时间 而这一切如何实现为具体 就要靠城市这幕后工程 忙些什么呢 现在忙些正在做一些技能 相关的一些层次 那里的资讯本来是蓝白 城市会遇到许多跨专业合作的场合 这是左右脑之间的沟通与斗志 也是友情 主要是由企划开出去 去构思特效的呈现表现 我做的比较像是 让它可以架构整体的环境 可以去测试这些效果 然后以及效果上面呈现出来视觉感 就是一些比较特殊的视觉感 角色是游戏的中心 角色塑造亦是DOMO小组的开发重点 然后二迪他们有一些想法 实际上在三迪做出来是有困难 那所以我们会不断地去讨论 什么东西能做什么东西不能做 对 那想办法尽量把好看的东西都留下来 企划 美术 城市 音乐音效 DOMO小组成员们各显专业 各尽全力 众志成城去完成一款游戏 为的是什么呢 就是梦想两个字而已 在追求梦想的过程中 无论有多少辛苦 都是甘之如頤的 并且能遇到许多志同道合的人 成为名副其实的DOMO朋友 能遇到许多支持DOMO的玩家 在这竹梦马拉松的沿途 不断与我们鼓励 这也是DOMO持续开创新产品的原因 一天就这样结束了 夕阳西下 16楼的黄昏看起来特别有感觉 夜渐渐深了 现在是凌晨两点 但总还会有组员留守着 一切就是为了制作出更优质的轩辕剑 并期待另一天的开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